大家好,我是總理 我也是哲武的志工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有關於 標題就是市民絕情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想 其實當初這個禮拜的文章其實是我寫的 我會這樣寫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講,尤其是在去年的這個 文章學化之後發生之後 我們常常很多人講說台灣的公民開始在覺醒 那公民其實在或是市民 我們都講說覺醒 可是我其實對於這個公民覺緣或市民 我都會打一個問號 就是說到底是真的有嗎? 還是整體上是這樣嗎? 還是說這個只是少部分的人 那我們也知道說其實 比如說我過去常常在從事有關社會運動 我們從事社會運動 我們都知道 從事社會運動 一直永遠是這個社會上最早數的人 那所以在從事 所有社會運動過程裡面 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實被看見 或者是說 相對來講 大家會覺得說 甚至會認為說你是暴力的 你是暴力的 或是說你們這些人 永遠都在做沒有用的事情 你們永遠就是一個在做失敗的事情 那也沒有錯 其實我們在從事社會運動過程裡面 十件事情大概有八、九件都是失敗的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對抗的是永遠是最有權力的那一批人 所以你很難成功 或者是說你需要成功 你必須要花很久的時間 比如說剛剛有同學提到說 這個冤案的救援 那過去比如說我在 我過去參與的工作就是有關於蘇建和案的救援工作 蘇建和案 我們從事了十幾年的工作 一直到2012年它才真正的無罪定念 那到後來一直甚至到國賠的官司也到還在持續 然後最後國賠才多少?五百多萬一個人 耗費了十幾年的青春 結果你換到十五百多萬 江國親暗 一條人命不見的 然後國家還很 急急歪歪的跟你講說一堆的理由 然後說賠你一義 結果這一義是全民來賠 然後當初那些行求的人完全不用負責任 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不究責的一個社會裡面 司法不究責的一個社會裡面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 那我們到底我們市民 我們公民是真的有覺醒 那我們如果說真的對於我們發現我們生活當中有那麼多的 我先不要談到圓南這麼大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覺得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你平常不會上法院 所以你覺得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可是 當冤案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怎麼辦 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這是書建你們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剛剛同樣的家衛大哥講的很有道理 他因為那四十塊的扣款 你可能會覺得小事 可是這是在我們生活當中面對的 國家機關 他在侵害人民權利 可是你會覺得啊四十塊的 啊那了 大部分人會這樣想 可是其實我如果為了那四十塊去 距離力爭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覺醒的過程 甚至說行動的過程 所以我們希望說今天很不一樣 因為今天我們知道說各大陣 都在選前之間 全台灣都活在這個 明天就是 決定是否要變天的過程裡面 全台灣都在焦慮這件事情 到底明天的結果會如何 可是聚集在哲午的人 大家不一樣 我們是社會中的少數 少數的寂寞的靈魂 聚集在這裡 聚集在這裡 我們要討論的是一個很嚴肅的話 你市民到底要不要覺醒 所以我希望待會 我們要請到這個 市長給問的專案經營 這個陳樸 他等一下除了要分享 市長給問的這一段 期間的經驗以外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待會大家也思考一下 其實我們這禮拜 我們有提出三個問題 想要請大家來思考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 其實市民的生活 其實市民的覺醒 其實關乎在日常生活的 生活政治問題 也就是說 在場應該沒有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最關鍵是買菜 菜價的問題 蛋價的問題 肉價的問題 這些東西難道不是政治嗎 在場很多是學生 學生不是只有念書而已 你念書要繳了學費 高學費的問題 你在念書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可能會去打工的問題 難道你學生打工 就比較不會被剝削嗎 所有的生活當中 會延伸出的問題 它都涉及到了政治的問題 那這些政治問題 你怎麼去看 所以我想要大家先思考 你個人的生活當中 你覺得跟你個人生活 最有關聯的生活上的政治問題是什麼 你覺得這個優先的議題是什麼 你先想做問題 第二個 面對你生活當中 你可能會面臨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樣的行動方式 你個人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方式 比如說家瑞大哥是直接去跟市府去聚理力爭 對不對 透過記者媒體 這是他的方法 所以每個人會有不同的行動方法 你的行動方法是什麼 每個人會有個人採取的行動方法 當我們聚集了這一群寂寞的靈魂的時候 我們的行動方法又是什麼 所以比如說 有市長給我這樣的一個行動的方法 有全面罷免這樣一個行動的方法 當不同的個體集結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一個集結在一起的行動方法 所以你去想一下 個人的採取的行動方法會是什麼 比如說我如果真的被冤枉了什麼樣 被抓去的警察 我的行動方法一定是什麼 我一定先找律師啊 類似這樣很簡單啊之類的 所以我們去思考 你生活當中 你個人的最關切的 生活上的政治意義是什麼 跟你的生活會有關的 大家思考一下這兩個問題 跟你有關的 然後你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那我想 首先我先請書樸來介紹一下 大家有關市長給問這個平台 一方面也陳述一下他們 從過去這個9月多 開始募資以來 然後到成為一個網路平台以後的經驗 然後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 明天就要選舉了 選完之後 我們又要怎麼去面對 明天之後的台中 那雖然可能有部分 你看 你不是台中人 你是從其他 中張頭 我們整個大台中地區要談 我們的未來是什麼 那大眾部地區的未來 又要怎麼看 那其實透過市長給問的平台經驗之後 重點不是在這之前 之前也很重要 可是之後呢 那我們打算怎麼做 大家也來思考一下 那把麥克風交給書樸 好 謝謝總理 我先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市長給問嗎 台中的專案經理蘇晨甫 然後 這算是臨時交辦任務 等一下 我先返回一下氣氛 因為剛剛一下說是冤案來 冤案去的 我想說 其實市長給問嗎 本身並不是這麼嚴肅的一個網站 對啊 你看啊 前面的這些封面 你就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說他其實是希望透過一個 比較親民的態度 然後比較中立的一個取向 然後來去做 當然我們還是偷偷在裡面 埋了一些小小的伏筆這樣 所以其實今天 其實我蠻開心的 就是聽到就是蠻多學生來 然後比較少上班族 因為我自己的假想是他們都去投票 這樣 所以為了要投票就回家 因為我今天還剛從台北趕過來 所以 高鐵站人潮洶湧 所以我一直覺得 嗯 那台灣有希望 這樣 那第一個問題是 我想知道現場 還有沒有人 沒有用過 市長給問嗎的網站 有沒有 還沒有用過 可以舉手一下嗎 那太好了啊 那我就不用越過了 市長給問嗎的網站 那其實它是有一個基本的使用條件 大概它是會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說 你要先登錄網站 登錄網站的話 它的登錄方式其實是用臉書 只要你用臉書的帳號登錄的話 就可以開始提問 提問的話 就可以募集連署 募集連署有兩種 一種是對於你自己的提問 想辦法去募集連署 可以用分享的方式 另外一個連署的方式是 就是你去按別人的連署 就是說你對於這個議題的支持 讓你感同身受 所以就是說再按一下 讓它可以就是成為一個連署的 幫它加了一票這樣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等待回答 就是說候選人本身 也有一個自己的帳號 他會自己上去回應 所以這個平台在中間 是不經過你們的提問跟候選人回答 是不經過我們平台本身去產生的 它只是透過平台去發出來 但是它本身不是經由我們手打上去的 這是第一個我們網站的使用規則 那再來的話 我們網站跟在其他的平台 或其他的媒體上 會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其實它會有主要 會有四個比較大的差異 第一個是來自於說 市場結論嗎 它的問問題的方式 其實並不需要你可能是 任何一個意見的領袖或是代表 就是你單純 就是用一個公民的角色 就可以去做提問 因為像我們看到 現在前任台北市長 不是會有一些辯論的時候 會有一些偽公民團體 或者是幫人家做球殺球的這些團體 就是他們會提問 其實他們就是秉除了這個門檻 這個規則 讓他可以讓每個人去提問 那再來第二個不同點就是說 在你提問的過程當中 你除了就是可以用清楚的表述 來幫你自己的提問加分以外 你還可以去募集嚴肅 所以說很快它就可以凝聚靈異 而且就像是剛剛中理所講的 就是說 你可以在好像看似孤獨的靈魂當中 去尋找到很多人 共同的一個體驗 或者是共同的一個感受 這是第二個它的特色 第三個特色的話就是來自於說 候選人需要回答嗎 所以它是一個雙向溝通的平台 但是我必須很抱歉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還是有一些 沒有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胡志強並沒有回應 第三個就是說 它雙向溝通的平台這個部分 第四個的話就是說 就是關於民調 大家不知道 就是對於選舉這件事情 有沒有大概的一個程度的了解 就選舉民調在 民調在選舉當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數 甚至在選前 我得忘記 五天還是一週 就不可以再公佈民調了 因為它怕你會用民調來影響選情 這個是民文規定的 但是在網路平台的話 我們的平台就完全不受這樣的限制 你可以從這個網路平台看到 候選人的提問 候選人的支持度 候選人的這些回答問題的這些 所以說它會有大概跟傳統的選舉方式 會有四個比較不一樣的特色 再來的話 市長給問嗎 大家如果稍微 有在使用的話就會知道 其實市長給問嗎 有台中跟台北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它其中的差異 那其實沒有啦 顏色不一樣 當然我是開玩笑的 其實市長給問嗎 它在台中跟台北 它其實最大的差異就是來自於說 台中的市長給問 它其實正式的上限時間 是從七月份開始 意思是說七月份 早在台北 二月份就已經開始之後 台北實驗了一段時間 然後它後來就辦了一個敲碗活動 也是由澤武那邊去主辦一個敲碗活動 就是去募集各地的這些支持者 就是大家來做連署的投票 最後由台中 中台灣很特別 就是說中台灣是所謂的彰化 跟台中兩個廝殺的非常激烈 最後是因為我們台中勝出 不知道是好還是換好 然後結果我們勝出之後 才有這個市長給問嗎 台中的這個網站 所以說市長給問嗎 台中網站其實它真正的上限時間 包含大家有看到就是 我們在募資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真正上限時間 是在十月份才開始 所以在短短的兩個月裡面 我們其實創造了一些 我覺得台北可能也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它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覺得媒體效應 因為現在全台灣大家都 我本身也是南投人 大家南投今年要返鄉投票 等一下要回去了 就是台中 應該是這樣講的 台北以外的城市好像沒有選舉一樣 然後我們台中是少數 可能還可以上得了一些新聞版面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但其他地方 像前一陣子 就是我還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欸 你明珍是男還是女的 大家一定不知道對不對 明珍是誰 他是南投現場候選人 國民黨 對 就是說 這其實是圖形一個事實 就是說 媒體的效應 跟全台的媒體關注 都是在台北市 所以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們必須要再利用 現在所謂傳統媒體以外的方式 去尋找我們的資訊 對 那我們當然現在 等於是說 市長比如馬台中作為一個試金石 然後來作為一個角色 他先率先的提做一個台北以外的資訊 那就要等大家來利用一下 那我們的整個大事記 是來自於說 像一開始是由這樣子 剛剛有提到的就是募資計畫 敲碗計畫 就是說 藉由一個敲碗的投票活動 然後來就是 讓那個市長給我們馬的網站 可以來到台中 再來就是說 我們就有一個募資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 所以我們網站的營運費用 就是都是由在座的公民各位 來去把我們網站需要營運的費用給募集的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10月10號 網站正式上線的時候 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認為可以紀念的時間點 就是 有總共有四個問題 在短短的三天內 就馬上連署破壞 這個在台北都很少見 就是說 有一個馬上凝聚靈異的象徵這樣 那也可能是我們自損吧 然後10月17號的話 我們正式公布了一個網站的記者會 發佈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親自向那個 胡振銘還有林振銘雙方 來去遞交就是 參與我們連署的 參與我們網站的這個邀請函 這我們在10月17號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那時候台北的臥草也有一起下來 跟我們一起過去 那 在網站連署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很快就會遇到一些 就是 實際上連署的問題 因為在網站連署的問題當中 我們其實很快的像在第一次的時候 遇到的就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們先回來一下 就是說 在第一次的網站上線之後 然後馬上就遇到一個就是說 候選人回答的問題 那候選人的本身呢 他現在因為我們在投給他們邀請函之後 第一個率先回答的就是林佳龍 而且他非常樂意的參與 不過 胡志強一直都不願意正面的面對 所以說我們等於是說 馬上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那市長不給問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那市長不給問的話 這個網站該怎麼樣子被營運 繼續營運下去 這是我們面對一個挑戰 所以在這個中間的話 我們就想一個策略 就希望說 我們能夠多做一些 跟市民更貼近的一些東西 然後能夠更有擴散力的東西 來誘使市民能夠提出更細膩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解答 所以在中間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提出一些 特別的一些企劃 像我們就利用一些漫畫 來去表現候選人的一個特質 然後來就是 藉由這個漫畫 順便也分享一下時事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網站的 Top1 就是連署人數最高的一個議題 就是雪谷攬車 所以我們就針對他 也做了一個就是漫畫的一個 連載的一個活動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除了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漫畫之外 我們還有跟其他的插畫家合作 例如說像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Dom 或者是看過Negget 這些都是在網路 超過就是幾萬名粉絲的一些插畫家 我們有時候發信 跟他們一起就是討論 就希望說 能夠針對上給我媽的網站 給予一些創作 然後讓他可以就是 有一個更高的擴散力這樣子 再來的話 我們還有推出就是有關市民寫真 市民寫真這個動作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蠻特別的創舉 就是說在台北 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說 台北他們本身已經很踴躍 而且幾乎所有候選人都有參加 所以說他就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當初做這個市民寫真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希望說 其實我們會很希望就是說 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是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去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的話 他有一些他的一個背景的一個特色 他會願意想要或者提出這樣的東西 來去做一個網站 網站上的這個提問 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希望的是 他是真真實實的表現出一個 一個市民一個公民 他所自發性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把它這樣拍下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在街上 或是在店家 或是透過大家自己的親友關係 開始去尋找 有沒有人願意在這樣子的網站 願意去露點 然後願意去提這些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需要提這些問題呢 因為其實從這些問題當中 你才會真正的去感受到 這些人是跟我們一模一樣的人 他不是機器人 然後他真正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很多問題都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像從剛剛的這個文化產業 文化事業就是跟剛剛搞不好 在台灣文學館這些 都是有一些連帶關係 那像下一個就是像這樣房價 房價的問題也是大台中 目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房子一直漲 但是空物率一直沒有降 那到底是要給誰住 但是我們卻依然就是 承受這樣子的高房價 另外還有像是大台中 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空氣的問題 空氣的問題也是經由這樣的方式去提出 那這也我想就不用特別介紹了嘛 就是他也是當然是網站的成員 所以大家把他抓來就是投一下嘛 那我們其他還有其他的就是 視頻寫真的這些 可以歡迎大家再上網去看 那在中段的時候 我們就擴展 應該說超展開 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 可以看到一些更真實的樣貌 所以其實我們就設定了一個 一個自己心中的假象的藍圖 就是說這些 這些都是真實住在我台中的朋友 那他們就是 新成家立業 或是已經成家立業一陣子 然後在今年就會擁有一些投票權 那他們就是 我們 我會把他假定為說 他們可能是一個新台中人 然後他們就要在這邊 落地生根 那在這邊就是 成就他的家庭跟事業 那他們對於市長 或是對於整個台中市的未來 會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影像 來引發更多的人 對於說 如果你未來 你想要在這邊成家立業 台中是不是一個 你值得留下來的一個城市 這邊都是 對啊 當然知道 有小孩子比較吸引人 對啊 那 除此之外 我們還做了一些影片 然後這影片的話 就是 他主要是 他主要是希望說 透過影片 然後來去跟 讓大家更關注這個網站 就是讓這個網站的時候 他的點閱率可以再更高 讓他可以更擴散 那請大家稍微先幫我看一下影片 這部影片基本上 他沒有聲音 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好那我們還是 最後再看 對啊 先跳過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很小事 這裡這裡這裡 有了有 也有 有了 沒有 我希望 有了 人 真的是 有了 至少我們再實驗一下 有設計號 大太龍三神線 有了 坐這裡 那我已經準備了實驗 大太龍三神線 三組就環撞 三神線這樣側 我觉得非常对不起 所以一定要给个利益 把这个热情开始稍微放入最少 不然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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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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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什么 快点快点 夕丢 八点一发的光 五 不然 快点快点 夕丢 毕丢 毕业位在 毕业位在 毕业在 毕业 在神仙里 赶败 毕业 至少不得是 迟下一个射击号 這個真實 可以讓你能夠接應三次去玩說錯嗎 不然是誰錯 你幹嘛 繼續看第二集好了 第二集的話我們有 隨著第二集 就是做一個正式的記者會 在這個禮拜有開一個記者會 就是為了要宣傳這部影片 他順便也跟大家做一個民眾報告 那今天很高興 許獨小也有來到現場 那就是看到一集中文獲得 以及選擇的一集中文獲得 其他人的天使 跟蠻蜜蜜蜜的一種 充滿再開一個選擇 所以你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人的頭 是一個人的 但是他就說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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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期盼入城舒適 他们无奈的表现 没有办法 你感到困惑 你开始决于前进的房间 他们却心心满满地告诉你 一切都没有问题 你开始决于前进的房间 决于前进的司机的权力 这我们第三支针对议题 去做了一个影片 是 我们的房间 就会不敢打开 这家房也会被关闭 现在这家房间就在这边 都发现了 不然就发现了 我不能運氣 我滾了 我滾沒把摩的名字 我得就給我別把摩 Bret 怎麼冷掉就我了 еп Kop 把摩托到 我 only幫你 那이야 不要 физ消滾 functioning 打 要不要 阿島阿島 牛仔 女啊 打嘴巴 哎呦 叫我 让我给你 那我给你 打的你 我 我 空 彴 探訪 黑熊等於重其談進行的政策甚至有為威脅到的必須 電階提高傷亡及人窮鬆撫頭線 雖然懷中市政府表現 八百分會狂來 黑熊在工程結束後也會回來 然而一旦未來兩車往中有客有路 黑熊還會再來嗎 一次看完三個可能是比較累啦 比較不能夠理解我們可能在幹嘛 其實簡單來說我們第一集呢 他是有一個想像 就是來自於說我們設定一個配就是說 其實我們希望表達出一個就是說政治不是一場口水戰 就是說不是雙方只要亂開支票亂喊話就可以解決 現在我們現存的問題不是用吵吵吵的方式就可以的 所以說其實希望他們認真的去面對真正的是你們提問 那第二集的話 他主要的概念是來自於說 我們其實會很希望說 在未來的幾天 應該說明天 就是說大家在投票之前可以好好想一下 就是說我們選擇一個市長 那市這個市長他到底是要帶我們去什麼樣的方向 他有沒有告訴你 他有沒有跟你說 他有沒有符合你對於他的一種心中一種期待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在第二集的想像 那第三集的話 他其實就會回歸到就是議題層面 我剛剛說其實我們網站裡面 一直以來就是最高的議題都是雪谷纜車 他總共有三百多的連署 那他因為三百多的連署是他只要到那個數字以後 他就不會再上去了 所以說他其實是有更高的擴散率 那我剛才提到說 那我們其實都已經知道 市長都已經不給問了 那為什麼還要做這件事情呢 那甚至我們最後還推出了一個議題篇這件事情 其實市長給我媽的網站對我而言 他本身就是一個 我認為是像是公眾意見的一個收集的一個討論區 從這個公眾意見收集的討論區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說到很多人他現在在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他關心的事情跟現在的選舉是不是一樣的這件事情 那他有沒有反映出真正的免疫呢 以上就是這些我們還做了 我們應該說台語的臥槽 他有做一個就是選舉公報 尾選舉公報這樣講 就是說它是野生的 他選舉公報就有清楚的 把我們現在網站的一些數字給他調列出來 在剛剛兩個月裡面 我們總共一半98個問題被提出 然後總共有44個問題達到了門檻 然後現在有9個問題被回答 那總連署數這樣 不一一贅述 那再來的話就是看到這個整個問題的總分類 你就看到說 大家最關注的可能都還是在交通跟環境的議題 這些議題是跟大家最切身相關的 那這是我們後來 叫做整個總結尾的時候 市長候選人們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的回答率 這是我剛剛所舉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Top 10的這個題目 其實從這個題目當中 它就會明白顯示出到底市民最關心什麼 那我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 市長給文媽的未來 要往哪邊去 因為其實市長給文媽 它當初就是針對一個選舉 這個製助所提出來的網站 在明天過後選舉就結束了 那市長給文媽 看的歌 帶給我們什麼 啟發也好 說我是留下什麼 啟發也好 這反而是在 我自己在身為做這個專案的時候 我們會不去思考的這個部分 其實 大家不曉得 我剛回來看 算了算這個有點好笑 就是說 台灣有沒有人 應該說 大家有沒有認真地去看過你自己所在選區的選舉公報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選舉公報 或許有看過或許沒有看過 對啦 但是其實我真的很建議在選舉之前你要好好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看就知道 台灣的選舉 是有多少人把它當作惡系 他自己的選舉公報可能亂寫一通 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所以說其實在選舉這件事情當中 我們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 候選人 他不斷的信口開河 或是不斷的就是用網站 或應該說不斷的用媒體 或是這種所謂現場直播的形式 來去做他的政策宣導 但他們可能非常不願意的 把自己的政策用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就連自己的選舉公報上 都不一定會把它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不想留下證據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對他的一個想像 是不是其實我們會發現到說 我們其實身為一個小市民 我們對於一個市長 我們其實是並沒有太多的武器 可以來去就是對於他未來如果說施政方向也好 或是對於他的就是政策面的檢討 或是他有沒有依照他的政策面去做執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本身是沒有太多武器來去做這件事情的 我們沒有檢討他的工具 那對於我們來說 這一個市長給我們媽的這個網站 他所留下來的這些字句 如果說能夠獲得他的回憶 他未來就是你可以針對這個回憶 針對他的這個東西來去寫一些事情 就像是其中林佳龍有回答 我們今天假設 明天如果林佳龍當選市長的 他回答的這九題 他回答的總共九題 你會不會從這九題當中去檢驗他所提出來的 應該說他未來的施政 有沒有依照他的回答來去做執行 你不覺得這相對來說 比你去看他那一些滑而不死 或者是空洞的政見來的有效多了嗎 實際上我們也從林佳龍的回答當中 可能學習到還蠻多事情的 像他最關心 大家最關心的有關陸品的問題 從他的回憶當中 我看到原來在施政的這個施政的結構上 是有個道安講習 那道安講習 道安的會議 他就是有點像是不得整合整個大台中 周邊像是養護科 或是像公路段 其實他有分中央的路跟地方的路 大家應該要清楚一下 就是說 所以他就是有點像整合一個大台中的路段的一個會議 那市長每周都要找開 那胡市長連續缺席了 我不知道幾年 因為他已經算了 他已經13年了 對 就是不曉得連續缺席了多久 所以這件事情的落實 一直都是交由他的副手 或是交由他底下的人來去執行 你根本不曉得他有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那藉由他的回憶當中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這其實就是我會覺得說 這是在這個網站上 你所可以得到的東西 但是 今天我想要提出來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市長給問發結束了 然後 有沒有發現到說 我們拼命的在找武器 我們拼命的在找就是 關於監督市長的方式 可是我們卻好像忘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認為他就是議員 那因為其實議員 對於整個市政來說 他是息息相關的 就是市長擁有行政權 他可以就是有市政的權利 當人民選出他以後 他想要做什麼政見 這是他可以 他藉由民選所獲得這個權利 可是誰來監督他呢 就像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真正的關鍵角色是在市議會 市議會要負責立法跟審查 還有質詢市長 你做這些施政的作為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不是配合市長 一起去做開幕的工地秀 一起去做什麼 什麼辦妝啊 什麼搶救啊 一直不是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議員一直都是要 需要我們反映民意的一個 最佳的一個溝通管道 但是我們今天議員的角色 好像失職失能 所以我們才會不斷的 我們身為一個自主公 才會不斷的對外 要去尋求更多的平台 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這個機會 來去來監督市政 可是實質上 我們到底是不是也要監督 這個議員 這個角色呢 所以說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今天 從市長給問問問問問問 學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對於日後監督的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有一個 白紫黑字的流底 然後有一些就是 可以真正去公開討論政策的機會 即便是說有人沒有參加 但是我們常說 都可以獲得一些討論 第二件事情是說 除了了解市長給我媽之外 其實我們今天所提出來的問題 我反而覺得說 這些問題除了要質詢市長之外 我會很建議的事情是 拿這些問題去質詢你的選區的市議員 他有沒有辦法幫你解決 你現在所提的這些問題 這就是我們今天以上的報告 謝謝 謝謝蘇果 那我們從這個市長給問的品牌的經驗裡面 你會看到說 它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可是它其實是透過一個團隊合作的過程 也就是說有一群人他有這樣的想法 那他們通過公眾的力量 公眾的力量也就是去集資 他不是透過這種少數的大金主 來自特定的利益團體 而是透過公眾的力量 因為很多人期待來說 台中市應該要改變 可是其他這個改變不是寄託在一個希望身上 我們把希望寄託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們會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提到說 除了市長給問 那之後怎麼只去建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關於市議會 市議員的一個部分 那我覺得這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那接下來我想說我們在這一個部分 第三個階段 我們透過一些問題 提問或者是討論 然後來形塑一下大家的想法 因為我們今天問大家有沒有覺醒 這件事 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應該是少數的覺醒者 所以就沒有去在家裡看新聞台輪播 或者是你也沒有去參加選人之夜 那所以才來我們哲務的活動當中 送披薩嗎 我們好 好 然後所以說我們 那個 待會 請大家就是提出一些想法 因為一開始我有請大家去想兩件事 大家記得對不對 你生活當中 你覺得你生活裡面覺得 最困擾你的事情的政治問題是什麼 就是最困擾你的這件事情 它背後是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日常生活當中政治 那對於困擾你的這個問題 你會提出什麼樣的一個行動方法 有沒有願意先提出想法 我們先 或是你要針對這個平台 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説你這邊說 對 就是提出自己的想法 或者想要問 有關於市場給問你覺得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你也可以提出行動的方法 我想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持續做修正 不然明年你要選立委的 又要選總統的對不對 那在地方政治上 我們又可以怎麼去改變 有沒有要先提出 自己的看法 也有想法 那這邊 佳瑞大哥等一下有一個 然後再兩個好不好 再兩位 有沒有 你要先講是不是 沒有 等一下 你要講 因為你前面沒有聽到嘛 對 那你要彈 好 等一下讓你彈一下 好 有沒有 這邊三位 好 那佳瑞大哥 不好意思 我 有 我先講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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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現在我有台語說 我有帶來講的同台語也有關的 因為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那個 在這個鴨屁裡面有一個叫做 司機屁那個鴨屁 我相信這個 打這個鴨屁就在那裡 好 它可能沒有寫的 或是可能 就想說不應該就是這樣 有一個外面叫 我現在說之外 我現在就在這個政治 我想說 以前在我們年代 很多電影和電視 有一個 方式補兵人 最多賣的 都說台語 我看這個鴨屁一開始 看來買來就是 你就是要跟我說 是你怎麼算 但是這個鴨屁 你鴨屁 鴨屁這個事 一開始說台語 就是你是不是 我當然 我相信是沒有寫的 你這個 就變成 以前 這對 講台語的 都聽說 補兵人 沒有寫的 這一樣的意思 這個鴨屁這個人 就是 你就是很沒有寫的 我相信你是沒有寫的 因為這個 可能 整個 你們這個世代 可能不了解 好 我相信你很多人 我就像這樣 像這樣 我也是我沒有寫的 但是我 我今天是 在台頭這次 沒有寫的 也要用台語說 要讓你們知道 台語 並沒有想 因為你們 所了解的台語 是很朝鮮的 台語 都說很多 是你對台語 是你對台語文法 對台語這個議員 有 比較少的了解 我都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 今天覺得 你的鴨屁 我有一個台語 台語 像我 我相信 我相信 他這個問題 今天可能 沒有那個 我相信 是沒有寫的 但是因為 等久以來 我們的體制 我們靠養 靠養 就是說 說台語的 塞車人車的 這個可能 送一張牌 其實 並沒有一天 這你都很錯亂的 大家的想法 我也發 很多 因為我出銷 剛才 我這樣 我接觸 很多 解釋的人 我的朋友 有做高雄 我台語裡面 有黑道的 兩道不動 我都很錯過 基本 做人 你的學業 沒有關係 你所看到 我們雙力裡面 這麼像 這些說不行 都是這些 五經 五學院 你看台語上 正義是有一個 學業沒有很高 都是這樣 我要說 就是說 我們人 我們人 在選 選定也好 我們的既定的 印象也好 這是可能 有得偏差 當然 今天 我這個問題 你可能 被 手勢比較難 但是 我是 無分反應 這也是我的意思 也是我 我這個台語老師 的意想 我們這個台語老師 不是說 你最愛 他就很粗細 要黏黏 現在台語老師 不是的 他本身 對法文 對台語 對很多技能 都很嚴重 只是說 因為 他要求 我們台灣 對 這麼久以來的 印象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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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瑞大哥 佳瑞大哥 討論到剛剛 影片裡面一些 台語的問題 也許 待會兒說 可以做一些回應 等一下 我們外面的朋友 要不要進來 那個 我們外面的 在討論的 應該也有自成一組 的朋友 要不要進來一下 好 因為你們那邊 也蠻 討論的很熱烈 要不要進來一下 來 好 沒有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前面 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不知道說 那你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那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你是誰啊 來自哪裡啊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是 我叫國琦 然後我是一個 我現在當替代理 但是我之前是 醫學系畢業 是 中國畢業 對 然後因為我之前 就一直有在關心 就是這些平台 然後中部的一些 其實我比較 比較遺憾 就比較慚愧 是我還是以比較潛水的方式 比較少主動參與 所以今天我就一直 想說問如何一定要過來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今天的問題是要討論 台中的問題 台中政治 可以討論台中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討論是說 其實我們如果把這些 日常生活當中的問題 把它政治化 然後我們試你怎麼去 公平怎麼一個覺醒 那你如果對於哪些問題 有覺醒的 你的行動是什麼 比如說有人採取的行動 是用市場培問這樣的評判 那 討論的主要是這個問題 對 那我簡單講 就是我相信很多住在台中 因為台中有一種氛圍 就是它無事無爭 就是好像很多 就是政治的干擾比較少 就是它比較像是一個 一個很適合居住的一個地方 那我想不管政治立場是偏南 偏地或偏長 應該都是對台中這塊土地 其實是非常有認同感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住的一個環境 那只是說 我覺得就是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環境 可是又加上 最近很多的城市的發展 都非常的新盛 而且我們都看得到 他們做的 是非常實在的建設 不是只是做一些很虛華的一些 就是大家看得到 也是看到的東西 那等於說我覺得主要是 就是台中人比較對政治上的覺悟 會比較低一點 就沒辦法把政治跟自己的生活 做一個關聯 那我想 因為早期台中 可能有非常多的公教的人員 也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作為一個 即將要就業的一個青年 我覺得就是 仕途啊 不知道我們的機會 就是可以營造一個 可以讓更多的 新年回流的一個環境 因為我覺得 台中其實是不適合 很年輕的人 工作的一個場所 因為它其實 需要高階的 非常高知識的一個 就是它很多是 譬如說中小型的企業 它可能不需要有非常 非常高的學歷 它就可以在台中工作 但是 這樣的人才在台 台中很多人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外遊到台北 或是其他比較 比較大的城市 而不會回來台中 那我覺得是 有辦法如果說 吸引這些人回來 就是一起努力 的話是有機會 讓台中的 譬如說公民運動也好 NGO也好 會更加的 更加的豐富 這樣子 讓整個公民運動可以 譬如說 而且是從學校 我覺得學校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台中各大學校 其實有一種 各自為政的感覺 而不是一個聯合的 一種 大家交流很旺盛的狀態 以我自己之前 待在台中的感覺 那學生又是一個 非常有熱情 又很有理想的一個年紀 基本上如果說 可以串聯學生 尤其台中的學校 又不是說 像台北都是大名校 我覺得串聯起來 互相分享之緣 反而是一個 台中整個學生 地位 可以提升的一種方式 但不知道這個之後怎麼做 那或者是說 台中也可以需要 像我一直以來 就覺得台中 應該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像 光碟這樣的戲劇 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 但我覺得 也有很多的前輩 現在就是 譬如說 之前東海書院 他們那邊有做影展 這樣子慢慢的在推行 那我想這些都是 慢慢在 如果說推行的 可以 就是投入的話 就可以了 讓台中整個政治的 所以他剛剛提出了很多 自己對於 譬如說 台中未來的發展的想法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剛剛提出了很多 不錯的建議 好 你有打算要做嗎 你有打算要自己 親自 進去裡面行動嗎 有這樣想嗎 有這種想法嗎 有 所以他等一下 他有這種想法 想要自己參與這樣 很重要 好 不知道 我剛剛想 就是我一場生 我都痛到很快 我的事啊 因為 我人住北區 然後我在大雅 堵持玩 然後我上學的時候 我起那個中青路 然後那個 中青路的那個路況 很糟糕 有很多的坑洞 跟很多歐洲平的路面 然後 所以我上學放學的時候 基本上算是很危險的 然後因為 有時候放學時段 在各個比較嚴重的路口 比如說 環中路 四平路 還有我的地方 就是 呃 又有更危險啊 像說比如說在四平路啊 會遇到 從味道出來的那個遊覽車 他們的校車 然後就是 因為四平路口也不寬 然後就會變成整個馬路 都是遊覽車跟大車 然後我起趕到車在裡面 就會變得 就是可能會跟他們演過去這樣子 也不是 完全 所以 這應該不只在中青路 應該台中的那個 各大的那個 各大重要的連外通告 應該都這樣 就是路況很糟糕 而且 呃那個 無法應付重搭的車流 然後我覺得 這是一個 應該是蠻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所以其實他 直接很直接嘛 這個就是他日常生活 遇到的問題 就是路嘛 很糟糕 路不平 其實路平 的問題好像在市場給問裡面 好像也是一個很高度 尋問度很高的 人家 注意也會稍微難一下 好 那大概就這樣 先第一輪 那 現在大家都沒有問題了嗎 我們先第一輪 先收集三個人 第一輪 好 先收集三個人 然後待會再第二輪 我想說 大家這樣子提問的感覺 好像我們網站做得完美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下一輪的提問 我是蠻希望說 真的網站 有沒有可能改善或什麼 這部分其實可以拿出來討論 對 因為其實 剛好三個人的提問 都跟網站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樣 我先回應 家衛大哥 我先跟你說 不好意思 因為剛好找到 那個就是 蘇姨就說台語 我沒有辦法 你怎麼知道 對啊 他就說台語 所以他就說嘛 啊 導演是沒有你 安排說 他要怎麼做 怎麼做 怎麼搬 他就讓他自己來 這樣 好啦 先跟你回應一下 不好意思 我意思是說 台語 你接下來 神聖這個 這個台詞的 這個人說 我也不知道你沒有什麼 這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很久以來 台灣的聯繫教 他意思是 角色的 那個 方便的角色 對 都經常說台語 這樣可能要經常 注意到 啊 不是說台語的 你會在觀察嗎 唱歌也好 你也好 反正說台語的 就是 你這個人 這個人不可以 就是 再參選這個 這個問題 啊 這個我 啊 這個小的就是 這個司機 有什麼想法 還是說 司機有選擇司機的 反應 他現在就是說 這個人 這個人 他自己演 我不是說 他自己演 絕對觀念 如果 如果 這個人 真的不可以 是 我才有 你是 還是 我要做一個 意思 好萊塢電影 裡面的電影 兩派都是亞洲演員 的意思 對 可能大家要 稍微注意 第二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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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其實我剛剛想說 那應該算是你個人 就是對於台中的見解 對 你對於有一個 你對台中的想像 其實我反而會想要 問你問題 因為 我認為的 我想要問的問題 問題是 你覺得台中 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沒有辦法讓人 想要回來 然後沒有辦法讓人 覺得可以 在這邊 落地生根 或是你覺得 沒有那樣子的 氛圍 合作的氛圍 就是 你認為最嚴重的 那個問題是什麼 這是我覺得 我蠻想問的一個問題 因為 零零中的問題 有很多 對啊 但是我們剛好 身處在一個 我認為已經有 凝聚共識的一個環境 某種時候 來參加哲武的人 雖然是凝聚的共識 它是一個平台 那你會願意來參加 然後在這邊 寂寞的靈魂 都會找到 就是跟自己 有共同的頻率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平台 那你覺得的 最困擾的問題 它會是什麼 對 這我反而是有點好奇 那我 等一下再 那第三個 就是關於露評 其實露評 我覺得很有趣 露評為什麼 大家會特別在意 其實它就是跟你 天天生活當中 息息相關的一些事情 這我覺得也是 我們台中 一直沒有辦法 在武都裡面 走出一個特色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武都 它可能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色 可能我們不會質疑的是說 台南是文化之都 然後高雄就新興的這個 那個城市 海港城市 那台北 台北不要講了 台北什麼都可以 因為它資源最多 這樣 那陶原不需要討論 陶原跟台中差不多 其實 那台中的問題 我認為它其實就在於 一個最基礎建設的問題 就基礎建設就像剛剛講的露評 還有被喊了十年的 還有被喊了十年的捷運 我說錯了 或是BRT 就是說我們當今天 希望擁有一個世界的大台中 或者說擁有一個就是 安居樂業大台中 難道你不會陷入有一個很 很 很安全的路網 然後很平順的道路 很基礎的建設 其實你真的需要的是 隔居路嗎 對 我說這是一個台中 為什麼我覺得 在古都裡面 一直都沒有辦法走出 自己特色的地方 就是說在基礎建設這個層面上 它好像一直以來 都沒有把很多心力放在這邊 我們有最好的柳川 我們有最好的這些濾川 這些川流匯齊之處 但我們選擇把它填平 然後再把它鋪上草皮 比如說我說台中的問題 我可能會把它提升到說 我認為露評只是一個 你每天習以為常的一個動作 但實際上它對我來說 都是基礎建設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基礎建設的改善 反而是最需要上家最去督促的 對啊 不要小看露評 如果你一個地方鋪得好 我告訴你 你隔壁裡一定也會很不爽 然後就會在地上你要鋪更好 為什麼 大家都是這樣子啊 難怪你會希望只有 就是他們家好 然後你自己家都好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露評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我這麼一個公民 可以先去想辦法做的事情 剛好我們今天有個網站 應該不是網站 我們整個新聞報道有上線 就是這是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也算是公平自覺一個行動吧 而且它從08年開始 就一路的這樣做到2014年 就是它08年的新聞是說 它在有一個神秘課在太平 就是它遇到了這個路不平的這個狀況 它就把它噴起 圈起來 畫起來 說路不平 對啊 那其實在08年的時候 它就有議會 就議員來關心這件事情 這樣 可是我們看到的事情是說 從08年到2014 已經就是過了六年 但我們今天 這是我們在那個美術園道旁邊 馬路拍的 我依然看到一樣很緊緻 所以我們可以代表就是說 目前革命尚未成功 而露評還未成功 對不對 可是其實它這就是它用的一個 行動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有破壞公務之嫌 當然 對不對 但至少它行動了 那有行動就會被看見 至少我拍下來了 對 那這是它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這 這不曉得沒有回答案的問題 這樣子 好 其實露評這個事情 我覺得關乎大家 其實應該說 公民 它往往那個覺醒的一個過程 是一個有時候也很瞬間 那個瞬間過程其實是來自於一個 一頓田吟或情緒上的 生氣到的極點 也就是說 或者危機感到的一個極點 所以 露評因為死了 摔倒了 死掉的不是我 所以我不關心 即使我每天可能都在這個 凹凸不平的路上在騎車 那問題是我沒有出事 那出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才會來關事 那通常事情大概就是這樣 那 接下來 有沒有再三個問題 好 來 那個 我是蠻早以前的知道 知道這個 那個市長給我們這個網站 那 可是我 我看好像 就是 就是對我想像的使用率 其實有段落差 我本來原本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是 我覺得那個 會不會是 就是以未來來來看 就是其實未來好像還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 我意思是說 其實他可能會 慢慢的凝聚更多的人氣 就是 而且比方說 我有想過很多的可能性 比方說 我們現在已經累積了 這個四幾個 大概累積到兩百多個人 那個案站的 那 那市長必須要回答 而且他接下去 不管是誰當市長 他接下去還是可以回答 或者說 或者說我們可以 可以找那個友善的議員 就是 哪個議員他願意 願意支持這個網站 然後他可以 可能他那個 在市議會裡面提問 或者說 在長遠來說 明年後年要選總統 我不曉得這個計畫 是不是會不會 再繼續再下去 升級這樣 總統給 對 升級總統給問 那應該是像這樣子 因為 因為我對電腦不熟 可是這個網站的時候 有格式出來 然後大家盡量習慣了 然後因為現在網民 我看是越來越多 所以 所以如果有這個平台 我猜 我猜 如果未來這個 應該還會有很多可能性 我不曉得你未來會這樣 就是平台的再進階的可能 是什麼 這樣齁 這邊還有一位 對 那個 就是 因為我有上去提問那個 雪谷欄車那個 因為那是還蠻多人的年數 那其實 那一次 其實那個 林佳文他有回答 可是他回答就是 一場喘 然後我就發現到 就是其實 如果真的 就是 你如果仔細去看內容的話 其實他就是 還是用比較官方的說法 就講說 雪谷欄車 可能他的一些 可能就是 反應到一些事情 危害的部分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建設就不建設 會有兩方面 或什麼 可是這讓我們的市民 會覺得說 你給我打 原回答跟沒回答其實 一樣的道理 對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 會心一笑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站在一個市民的地上 我們去關心我們在地議題的時候 但是我們發現其實 這些政治人物他們所 針對我們問的問題其實 只是講直點就是插到邊而已 但是他沒有真正的回答到 我們所要問的問題的核心價值 到底是在哪邊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 可能平台這部分就是說 如果在問問題的同時 是不是能夠讓這些候選人知道說 就是請應該是說就是 回答的部分的那個內容 還是說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再 讓大家比較了解一點 因為畢竟可能是我們有 真的有去關心這樣一點 可是如果說一般民眾 他們可能看了這一長串 他們會覺得 喔怎麼那麼多我就不想看了 所以一般人一定會這樣子 所以說可能就是在請就是在候選人回答說 是不是就是可能簡單明瞭一點 然後讓大家就是一目了不來這部分 對 然後其實 嗯 市長給問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有跟我身邊的朋友分享 那其實他們所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一般民眾 還是覺得就是對於他們自己的民生啊 就是說比較有直接關係 比如說像油價的問題 對 因為其實像油價的話 可能好像我沒有看到在這個問題裡面 對 然後就是其實油價的話 就是說其實也是跟政治很有關係啊 就是很多人 因為像我同事他們就回應我說 啊為什麼選舉前都沒有漲 為什麼選舉後就漲 對 其實這個就是 對 然後我就 我就會覺得說那 這部分的話就是我要 因為我當小哥才怎麼去回答他 說實在的 對 那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欸 能不能就是在問問題的同時 就是也可以說欸 貼近一點 就是說 比如說跟我們民生 比較有直接關係的這部分 這樣 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 再一個問題 不過 這邊 謝謝 你好 我是職工人 然後比較好奇的想問一下 就是 這個網站之後還要維持多久 那 至於要維持的話 就需要經費嘛 是不是會繼續維持嘛 先說這邊 那如果是的話 那經費要怎麼做 或者是 網上有沒有打算要做什麼 欸 廣告還是什麼收入了來的 差不多要讓他去一下去嘛 都比較好奇的是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我順便問一下 有沒有缺 什麼要幫忙的 技術自貢 好 我們馬上找到了 有資訊人才 好 我覺得果然就是要 大家就是 需要Push一下 才會出現就是 真的就是 好問題這樣 就是說 嗯 我先回應 從後面回應回來 就是說 這個網站 它目前的計畫 就是在 今天晚上的 23點59分 會關閉 這樣子 但是它的關閉 不是說 整個網站關掉 就是它不能再上去 就是連署問題 跟提問題 但除此之外 它的這些資料 會一直留著 就是公司說 大家檢驗 但老實說 未來會怎麼樣 我們還沒有討論出來 對 因為這個網站 其實它是有雙方的一個代表 一個是台中的代表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台北的這個 臥草 臥草本身是一間公司 我不曉得大家不知道 它是一間公司 然後這個 市場給物嗎 是他們的品牌 那他們現在經由 這樣子的一個 敲碗活動 來到台中之後 我們等於是說 在地的一個執行單位 然後我們對於這個網站 我們當然會有一個 共同的理想 但是未來 會怎麼樣 其實百分之八九十 還是會看 握草他們怎麼去領運 但我相信他們不會 甘於就是把這個網站 停在這邊而已 這樣子 對這個我覺得之後 可以搞不好 當志工以後 可以再繼續討論下去 這樣子 對 另外就是 是針對你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你的問題 非常的好 就是說 當然 我覺得 候選人 就是用一個 就是比較 讓你打年花式的這種回應 當然 我覺得大家都會不開心 可是我畢竟還是要提醒一下 他還是有回應 還有一位是完全沒有回應 對 那更不要提說 他還做了一個 模型 然後 還做一個假開動的 好 那 其實我今天也不是要 特別為他講話 而是說 我覺得大家在 提出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剛好就 突顯了一個誓詞 就是說 在提問的同時 其實對於 試證的了解程度 到達多少 我覺得 因為這會 代表你的問題 要怎麼樣子 才能夠正確地 打在對的那個 關節點上 才能真的逼他 打到他死穴 逼他說話 這個我覺得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學習 舉例來說好了 剛剛的食安 應該說油價 說錯了 油價問題 其實我就覺得說 如果站在一個 地方市長選舉上的角色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回應 你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中央的問題 對 油價的這個訂定機制 並不是由地方政府首長 可以去決定的 再來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你剛剛說 血骨啊 就是能不能再提出 更深入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 就可以針對 他違規的事項去提問 舉例來說 血骨纜車 現在目前最大的爭議 就來自於 他的環品未過 就先招商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的提問 就是直接的打在 這一個問題點上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你的問題 凸顯了他的 他的施政上的 錯誤的方針 即使你的問題 沒有被回答 但依然會被大家看見 我認為 這是我覺得 他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 藉由這樣的提問當中 我認為也是一種 公民的教育跟學習 就是來自於說 你對施政的了解程度 其實大家都有 應該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打1999 對不對 1999現在超方便的 那你想怎麼打 就怎麼打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1999 也有打1999也有訣竅 你想處理什麼問題 你就要找對那個科 不然就任由他轉來轉去 轉到後面 你都要轉到哪裡去 我覺得這個部分 雖然說 不是想做得很差 但他有發一本 有什麼幸福大台中 裡面有把各局處的 這些任務 寫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 稍微看一下 廢而不用 你到底 在必要問題的時候 你該找誰 你該找誰 才是真正找到他 而且最好是把他名字給記下來 這樣的話 你未來才能真的就是說 比較真對問題去回答 那再來就是跟大哥這邊的話 我覺得大哥其實 就是給建議都很中肯 就是說其實真的 就是對於整個候選人的 這個提問的形式 就是我剛剛不知道大家看到 在拉上面一點的話 他還有 不是這個 就是在學部纜車第一頁按進去 第一頁 第一題按進去 然後 點到他的那個分箱裡面 點到下面 最下面 這個 最下面 這個 前往我們討論 其實他剛好就是 我為什麼想要點到這個網頁 就是來自於說 像 欸 怎麼剛剛不見了 好 先不管他好了 就是說 未來 就是對於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是 世紀是有 討論過一些可能性跟機制 就在學生問題 他會一直存在 那這些存在的話 他是不是 我們會不會有可能 可以有一個討論說 我們有沒有擁有 幫他注釋 跟繼續補充編輯的權利 因為大家知道 這會有一點點 制裁權的問題 就是說 這是你的提問 那我有權幫你補充嗎 好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去說明的 對 但是我們可能可以針對關鍵字 學補我可以補充 對不對 如果說真的 這網站 他不會再 他不會再繼續讓你提問 他不會針對性能問題 繼續幫你補充 再更新 或者說 那就單獨的成為一個頁面 以後想要知道什麼 你可以進來看 那他就會給你檔案做好 跟圍巾百科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討論 對 那我也覺得說 這個討論是一個開端 那他未來會怎麼樣 還不清楚 但搞不好可以在這邊提出來 謝謝 所以整個網站的 後續的建構的問題 就是說 後續的 除了維持也好 建構 然後把它增強 其實都是 也是還是要累積說 所有的市民的智慧 那個市民的智慧 其實來自於說 我們怎麼想要 我們想要怎麼去推動 我們持續 有的那些疑問 我們生活中間 我打得差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 我想要忘了回來 要怎麼逼他們來問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網站 如果突破百萬人次的瀏覽量 我相信他也會來問 他一定不敢忽視對不對 所以那些不好意思 他們突破 OK 好 那我們再來 最後一輪的問題 好不好 再來三位 好不好 最後一輪 好 好 好 再兩位 這邊一位 再一位好不好 好 這邊 好 好 那 那 一起 小燈教育段好 先走 好 那個 我現在是NGO工作者 然後我是在台北工作 我是台中人 那 我之前有稍微做一些 就是網路行銷的部分 然後可能給一個建議 可是因為我其實是 市場有的網 其實事實上 我只進去過一次而已 對 那我就有個問題 就是我那時候 在使用的時候 有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需要登錄和註冊 那這個東西 你之前是不是會考量到說 因為我其實會覺得 它其實跟Yahoo知識家很像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很多人的知識累積 可是你都沒有辦法確認 它知識的準確性和專業性 它等於就是你上 比如說 我們想查一個東西 想說 你Yahoo裡面講了什麼 那我就上Yahoo知識家 可能就有人說 欸它講了什麼 它講了什麼 可是事實上 你沒有辦法確認這個東西 是正確或錯的 就算它留在上面的話 它只是一個片段的資訊 並不是很專業化的 那剛剛提到 登錄的問題的話 現在其實台灣人 現在可能被 可能很多網路世界 Facebook搞得可能有點深精緻 所以大家對於登錄這件事情 會有點擔心 像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要能做我的Facebook 我就覺得 我就會不想要登錄進去 這樣其實我覺得 會蠻影響到流量問題 對 那這樣你們在那個那個 網站的權限上的話 都會受影響到 對 然後因為你又跟Facebook 綁在一起之類 這可能會有影響 那我覺得有一個可以做的方式 是不是說之後 可以跟一些MGO團體做合作 像比如說有一些特殊的議題 我們可以說可能在旁邊 會有個什麼專家評論 然後就可以連到MGO的網頁 或請他們出來講解一下說 對於這個問題的話 他們怎麼看的 因為就是不單單 因為市民事實上 他只能有 從一個角度來看一件事情 他可能並不是專業工作者 所以如果有專業評論的話 大家會對於這件事情 比較有相放 那相對來說 我覺得還有一個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可能會提到可能會 關於釋放誰出學的問題 就是可能候選人 回答完之後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二次提問 針對他沒有提問到的問題 因為我想候選人 事實上 他們對於這個網站上 能夠回答的東西很有限 一定是說很廣泛的說 我覺得怎樣怎樣 那可能根據什麼狀況 我覺得怎樣怎樣 可是事實上他都不會回答道別 那所以我覺得一個方法 是不是就是我們可以做 二次提問的狀況 然後可能他做一個後續的解釋 可能會比較有效果 OK 謝謝 好 我想問就是這個網站在明天之後 就是剛剛講到它可能就會暫時關於 我想說有沒有可能 就是擴大到變成說議員的一個 就是之後在市議會 因為像很多市政府跟市議會 它的一個中間是不透明的 就想說是不是比如說有這些提問 然後市議員有沒有代表得你去做這些問題的 然後繼續的延伸 然後後續的預算的審查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這個網站的蜘蛛 對 關鍵這個就是 因為它是台北跟台中的一個平台 然後台北都會有一些 台北的一些藝文人士 一些民謠出來講 那台中就是比較缺乏一些地方性的 重要人士來推薦這個網站 就是會有一些 我覺得這個比起瀏覽率破100萬 會比對這個人物會更有壓力 因為譬如說 一個地方的重要的人士 也來推薦這個網站的時候 對於一個市長或什麼 他會先看到是這些大的 所謂調阿卡的人士 或是先看到 沒有來比100萬 我覺得這個說不定是一個想法 對 就是POPO的方式的不一樣 對 對 我 我問問的 我講的問題 其實跟這小姐 是沒有很少人 是說 你這個問題 你問的問題 你有專業嗎 有 有是不是健康 還是 你沒有健康的時候 包括他會回答的的時候 他是很好的 他們這樣 家裡做完 一頓好 保安聯好 不管你打開做一頓好 他這麼多錢 比較多錢 所以我們 一頓好賺不到 看不到 所以有很多 我贊成他 我本來是小姐 他講話 我就本來要講詩話 那另外一頓好問 就是說 他後這個 一頓要問 我說 你再一百萬 再兩百萬 就批評 也不好 我就想說 不然我們 健康跟NGO學校好 我們找出重點的問題 我們就來祈禱跟民主 不然就跟我們走 走 我們這次民主的問題 就好 看你要討論 我相信這次 禮拜 他去民主的主義 他經過民主的報道 這個民主來 共同的討論 我認識那個機會 沒有 我們 說實在 說實在 你兩百萬三百萬 你這樣批評不好 當然我們要問一頓 這個問題 我稍微說 這個我們拿出的索 所以 所以 他有政客 沒有問題 要怎麼問 因為我們 這都 我有對問的 我有看 因為現在 你如果沒有對這個議題 去研究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他講的 真、真、假 這實在是一個問題 我們 本身的專業 都沒有那麼強 都有那個意思 但是 你沒有辦法拿出 政客的所需 這個政客的主管 所需 往往是降到政府那裡 所以 如果真的 有一天 變成 他都用很多 收拾自己扶攏 現在 郭志強都做了這件事 這是民營的問題 我想說 這 這 這 我先補充一下 這 一開始的事 其實他們團隊 我也有 對 對 到 郭志強那裡 對 禮巴兩 原本 我們去的 事實都很好 沒有 我們 這 是 什麼 你照顧 我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我想說 我們 如果 接受的 沒有一定說 一個 自動的方式 有一個 我們 尤其 一個 聽說 選 一些問題 誰要問的問題 誰要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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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題一題 不管誰做什麼 我們阿伯不知道要去學術這樣 真的要去問 當然在問的時候 我們是幾個代表 包括我們有幾個機會 比如說 你做一個NCO對你做一個部分 他比較專門 你會跟我們做一個問題 因為你說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團隊裡面 你自己的問題 你做什麼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做三年就想要他講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榮幸這個基督去處理的呢 我稍微 稍微平反一點的 有關於 因為我覺得市長給問他的 他的其實是一個 他的核心目標很單純 他就是一個提問的理談 他不是在做一個提供透明資訊的理談 也就是說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市議會 或市長 市政 或議會的質詢 這個 因為大家有提過G0B 如果有提過G0B 你其實透過這個G0B 他有不同各式各樣的人才 很多人都去投入 然後去搜集一些資料 就可以把一些透明的問題 但是因為市長給問 我自己是覺得說他是一個提問 所以單純也就是說 等於說一般的人民 他比較有一個簡單的方式 所以你看比如說有一些問題 他不是問所謂專業的問題有沒有 可是他就是問 那其實 你就會看到說 當然有一些問題就會 形成比較多的虛點組 有一些問題就很少了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說 我覺得他剛好這個網路平台 一方面在訓練我們市民 我剛剛講過今天提問 叫市民決定 其實在訓練我們市民 我們問問題的能力 我們也在訓練自己 就是我們也沒辦法問出好的問題 然後可以打到 剛剛有不知道哪一位朋友說 可以打到這個政治人物重要的人 他就是覺得這個問題的確很重要 打到我也必須要他回答 所以問問問題的能力 其實我們在自我賠利的一個過程 自我賠利的一個訓練的過程 這個我稍微幫他們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今天大家的這個提問 我覺得都很好 就是說 對於就是市長結論嗎 的這個專業程度上的建議 可是我覺得這個專業程度上的建議啊 剛好跟所謂的公民參與 他有的時候是相互衝突 就是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先假定一件事情 就是中立選民 對不對 我們先不講 你可能是藍 或是你可能是勝率 你有很強烈的政治主張 然後你會很關心 你現在所關心的這些事情 然後你會願意認真去研究 可是如果我們 要擴大的是所謂 中立選民的參與度 還有所謂中立選民 對於這件事情的 異極性 那難道是設一個更高的門檻 來讓他進入嗎 我覺得這是值得討論的 就是說我覺得 我認為的是 在這樣的網站平台上 他可能提供的是所謂 假設有社會運動的 幼幼班的話 這是一個最初階的幼幼班 他的任務就是把幼幼班的人 拉進來 那再來第二層級的人 應該是要上可能所謂的 第二個國會無雙 這個是另外一個專案 他就專門就是看 國會議員的VOP 隨選視訊 然後來去做一個監督 跟直接質疑的動作 那第三層搞不好 你可以直接上 環境保護中心的網站上去看 更專業的這個平面 我跟你說 其實就是在這樣子一個 知識分層的社會當中 其實剛好每個人都有一個專屬的平台跟管道 舉例來說 今天這邊在座很多 國高中生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雖然現在國高中生越來越厲害了 就是說 可是 是不是在進入這個平台的時候 他可以有一個更輕易的 簡單的進入方式 而不是一直提高門檻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剛好也是 也是關鍵的 我先 我先隨便做個假設 假設我們的平台問題很強 然後我們的平台又是各NGO的代表 如果你當市長 你會參加嗎 我覺得這很有趣 因為在我們今天來說 市長絕對不會參加 我們今天台北跟台中有個最大的差異 我剛剛忘了說 就是說 台北是全部所謂新的參選人 他們本身並不是所謂的執政者 他們是全部都是在野 可是台中不一樣 台中是一個做了13年的執政者 跟一個就是新的挑戰者 那我們現在剛剛所講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問題 你就會發現到說 我們其實沒有故意針對胡志強 但所有問題就會倒向胡志強 為什麼 因為你做了13年 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絕對跟你有關啊 如果我們又挾著所謂NGO的這些團體的這些B問好了 我認為這已經算B問了 那我認為他會說到他自己也可以說得更嚴重 他會幾乎就是完全拒絕的狀態 對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過程 那我反而會想想想想想 應該說想要問的是不是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過程當中 大家有沒有什麼樣子更好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啊 就跟我們今天討論所謂公民自覺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說公民自覺有很多各種不同的行動方式 那但是在地方首長的這種政治選舉結構 要找到樁腳來願意為反對者的網站背書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包含他們現在要做全面暴行 包含他們很多人現在要做什麼各種行動 根本就沒有辦法越來越一步 因為這是我覺得地方政治最悲哀的地方 就是說議員也不議員 市長也不市長 然後甚至連村民長都不能成為你的代言人 或是你的協助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剛好在討論這些問題上 我就覺得說清楚了分出來很多問題 什麼問題我可以解決 什麼問題我不能解決 然後這個網站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平台任務是什麼 我覺得它其實就可以開始出現很多不同層次的討論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它剛好就把每個人想要做的事情導向一個分流 讓這件事情成為一個現在開始的分流 市長比如說 我相信它只是一個開始 它不會是一個結束 它應該是大家從這邊獲得了什麼 然後你想到了什麼 然後你再去做些什麼 對 但是日後回來 你會想到說原來有可能我今天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對 我覺得它如果能夠達到這個問題的話 它的階段性任務就可以是功成勝分 但是下一次嘛 如果還有下一次 那市長給我媽 我相信就是會針對這些問題 再做更進一步的改變這樣子 對 謝謝 所以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公民的 在發生的方式或行動的方式一直不斷在進化 你可能比如說在四年前選市長的時候 並沒有這樣的東西 大家也想不到這樣的東西 可是四年以後 你永遠想不到說四年之後 有人這麼輕易 就翻了一個牆就進到立保院議場 那我們以前那麼多生育團的一個狀態 都在立保院外面抗議抗議抗議 太極者會也沒有翻過去啊 大家原來不曉得原來翻過去這麼容易 一樣我們四年之後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主台 可是未來的四年 我們又要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持續去監督我們的整個大海中 那我就覺得 我相信像我們這樣的人會越來越多 然後大家不會再是寂寞的這種孤單的靈魂 然後只要少數人聚集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去擴散 它有它的效力 那尤其是 現在資訊透明度越來越高 那回到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我們 市民如何去透過一個覺醒的行動 那我剛剛最前面問大家我什麼樣的問題 或你想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那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戰鬥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個行業 其實你只是個學生 那我們看到學生的力量是多麼的可能 從今年去多的運動 看到學生的力量真的也很大 那我真的覺得說我們不要小看自己 每個人一定會發揮自己最大的力量 然後只要有採取其中的話 一定會有效這樣 那我想說今天的哲午就先到這邊 那待會兒如果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覺得說比如說對於市長給問的平台 你還是可以對於我們講者有一些簡單的 也有分享或提問 待會兒試一下跟他講 那先到這邊 那我們一樣 下個禮拜選完以後 變天之後我們來 不是變天 我怎麼會直接講 我的意思是明天天氣會有一些病話 趕快轉一下 好 然後呢 就是說下禮拜一樣會有折五 不管有沒有變天 好 那我們一樣在同一個時間7點 在網辦這邊 下禮拜我現在暫時沒辦法預告 因為我們現在有點狀況 下禮拜可能會 有可能會討論有關青年勞動的問題 就是青年勞動的這個狀況 今天剛才有講學生嘛 可能去打工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可能 我們有可能會討論有關青年勞動的 什麼叫審議士民主 審議民主的ABC 可能大家最近討論到審議民主 可是審議民主到底是什麼 那審議民主要怎麼做 我們簡單來認識審議民主 那下禮拜這兩個主題會折一 來做討論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下禮拜來同一個時間 來到好辦這個地方 那我今天就 喔對對對 喔忘記了 剛剛前面有工商服務嘛 因為明天要選舉 買來證取的這一本書 大家可以買回去參考一下 一本兩百塊大特價好不好 然後就是自由 就是丟到這個箱子裡面 就兩百塊就丟到這邊 然後裡面都有那個 作者的簽名 親筆簽名 因為上禮拜我們是請作者來講 這個東西 對 裡面都是作者的親筆簽名 大家歡迎有興趣購買回去 看一下瞭解台灣的 到底地方政治是怎麼樣一個脈絡 你可以買什麼 除了就這樣 那我們今天則無二十點到這邊 然後再次謝謝我們的那個 那個 那大家我們大家請 就是回去的時候 謝謝 mike 開打電話 Let's take a look 快 attacked